根据后台的数据 发现大家都几喜欢看英国的视频 看楼的视频,今次剪多一条给大家看啦 去片啦!去片啦! 好啦,我们差不多看完所有区 这个叫Sweeten,是一个比较贵的区域 就算是Terence House,这个区是比较高尚一点的 你看这里虽然都是排屋,但两边都有花草树木 感觉上是否好过上次看那些很窄的小屋呢 这条街都整齐很多,不会看到地上很多垃圾呀 发霉漫的,给大家看一下周围附近啦 你看旁边的房子种了花草树木,很漂亮的 你在这个区你来到就知道了,你感觉到 你下车了你不会觉得很压迫呀,很不舒服呀 你觉得住在这里是觉得OK,你觉得舒服的 给大家看看这间有多大,这间是比较大 感觉上还比较大,跟我们第一次在Priest Ridge 看的那间是差不多大,有点觉得大 我觉得厅很阔的 我想我看了四五间Terence House,这间是最大的 这间Terence House,你看到呢,它前面是有客厅、饭厅 然后还凸了这间出来呢,是厨房来的 昨天我们看的那间,小的那些,只有两棵而已 就是没有后面这一棵的,即客厅就是厨房的啦 那不会有一个饭厅,再第三个厨房的 所以Terence House,如果大和漂亮的那些 其实都很正,都舒服的 初头大家看的就好像很衰,完全不想煮啦 搞到大家是不是,这个挺好的 是我独立厨房 然后来到这个才是饭厅,不过它就转了做客厅 就是饭厅加上小朋友玩的地方 去看看原谅 现在屋阔呢,连条楼梯都特别阔的 之前那些是这么阔的而已 现在这个是阔很多啦 两个人走都可以啦 就不要投诉条楼梯这么窄啦,是因为家屋小而已 好啦,大家看英国片呢,当然有想着去英国的啦 去英国当然学好英文啦 那这次呢,机会来了,飞云 令高达看见呢,大家上次很有兴趣喔 说很想学英文喔 隔了三个月呢,他们见到大家这么有需要呢 又有新的promotion啦,那是什么呢 就是呢,又是完全免费,只要你有决心呢 他们就完全不收你钱,免费学英文的 他们有一个英文加速主义的program啊 叫Super Spin,哇你高得太喔 三个月时间,每日上一堂,一个小时而已 如果你可以坚持到上足100%呢 他们就全部回水,你不要遮住我先啦 如果你说光速主义太厉,他们都有个普通版的 就是Sprint,一个月上15堂 全部上足了都可以回水的 有没有那么好处呀,你会说 是呀,如果就是那么好处啦 他们有初级,中级,高级的课程 有grammar, audio, listening, reading,什么类型都有的 全部都是由lative speaker的去教导的 除了英文之外呢,它就有西班牙文 还有其他的语言的,大家可以上去网站看看啦 我自己都上了几堂的,一个video conference的物体啦 那里面什么人都有的,有西华人啦,俄罗斯人啦 跟着非洲人啦,什么人都有的 一起练习讲英文的,顺便可以学听不同的口音啦 最新一期就2021年1月15号开始 最新一期就2021年1月15号开始 2020年10月28号就截止报名啦 新一年,新目标,不要让自己透懒放弃自己啦 下面条铃报名,有减10元欧元啦 哇,厕所好大喔 这个厕所是算很大喔 这个就是主人房的套餐啦 套餐就是棋缸,就看主人房 这间房子真是大喔 整间房子都特别大 这就是第二间房子啦 他呢,怕只藏在墙上,变成很大喔 这个是美妆KOL来的,这个人是,你看看 他有些化妆品,还有一盏灯 在这儿拍片的应该是,就是三间房啦 这个是BB房啦,你看到它是这样啦 其实呢,其实呢,这儿是一间房啦 然后呢,它是硬呢,将这儿分拆了变成两间房 硬,硬,硬,硬弄多张走廊出来的 真是,就是,原本这儿是一间大房来的 他肯定把这里分开了为两间房 但两间房都不小 你幻想一下 这里是... 其实是同一间房来的 这些就是他把两房的屋变成三房了 因为英国很有趣的 他们不计资数的 你买房只跟你说两房还是三房而已 昨天看的那些很小的也是两房 你房子很大也是两房 所以如果家处够大 那些人通常都会把他拆了成三房 这样隔硬就可以分开两间啦 这间就14万 相对昨天那间12万那样小的 这间感觉上比较多 还有这个区是近市区很多的 Sweden 在Selford的左边 就是同昨天Berry的那边 Berry完全远离市中心 你们说经常买屋要近学校 近学校就一定进入一间学校 什么叫近学校呢 这里就是一间屋啦 搞了四个数字而已 后面这里就是一间学校啦 那就叫近学校啦 是吧 就是躲在地上一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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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过去那间学校那里啦 卖14万英镑其实很划的我觉得 我觉得真是划的 还有是看过这么多间最大间 十几万英那麽大间屋 是你买那些Semi Detached 二十几万英镑 其实不是大很多而已 这个呢 就是学校的大草地 是非常大啦 整个足球场那麽大 表情没那麽擠涌啦 不过上学那天应该都很多车 送小朋友上学放学 都可能会吵的 不过就这里是 其他时间就很安静啦 因为你不会整条街都是这屋子的嘛 这里有些绿色是不是舒畅好多 开心好多 有个前院又不同点啦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Sweden的市中心 我打算开车来看一下 然后见到这个纪念碑 就是纪念1914-18年 我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吧 打仗那些人 是不是很有亲切感呀 这个似不似中环那个呀 中环那个纪念碑 那个汇丰银行对出那里呢 还有后面这个呢 这个钟楼都很熟口熟面喔 那个钟都好似香港的钟喔 好似尖沙最钟楼的样子 应该是香港似英国 就不可以说好似香港 反过来说 这里就是Sweden最美的商场啦 就是这样的啦 这些屋邨商场就是屋邨商场啦 就是它的摊子里面有些东西 你买下方便点 你都不要太多期望 其实我看了这么多个之后发现 就是好像每个屋邨留下的商场 其实都是 每一个区有个自己的商场仔 这样的样子 这样的样子 你喜欢糖和啤酒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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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它准备吃吗 我认为15分钟 不知道吗 不知道吗 没有 好 OK 放了鱼鱼鱼鱼鱼 那我回去吃了一会儿 其实我来这么多天是没吃过Fish and Cheese的 好像很热气那样 你觉不觉吗 全部都是炸东西 还有呢 其实我刚刚才立省起呢 他们卖东西那两个都没戴口罩的 那他们不停跟我说 噴了口箱我的东西吃到 那算怎样呢 那怎样吃呀